小朋友為第一次看起來很重的東西 不知道在看什麼 今天看看是最近素材的菜園 那是這頂頭給了幾個電池 好像和一般的進步一樣 小朋友你們有沒有發現 裡面這一座跟你們之前種的有不一樣的地方 裡面是用陽光 然後裡面是用LVT燈 那你們會不會比較期待哪一座 可以讓你們吃到青菜 室內的 為什麼 因為室內的還沒吃過 會覺得很好奇 用燈光照出來是什麼味道嗎 嗯 所以會期待它趕快長大可以被你們吃掉對不對 之前啟酒稍後來 就有大約8做的水晶蔬菜園 不過設定的為例都在室外 這間有水晶提供協會 要做更加深淨的設備 也讓小朋友接著不一樣的觀察機會和經驗 設備上的話真的是不便宜 因為一做的話至少要上萬塊 小朋友他可以去可以去親身體驗 然後去做出他們自己也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那種成就感 在這個區塊也讓我們的小朋友知道我們的一個環保的概念 那能夠去吃的健康然後又用的環保 就是因為要讓孩子吃 好好不然煮重災情的過程 修身也有送燕 連家長都想要 給小朋友吃的話 我們都有送燕 都有送燕 那送燕出來的話 我們那個標準 都是在標準值底下很低 對對對都很低的 所以它是主要是 有影響的是那個硝酸鹽的部分 那個硝酸鹽是我們幾乎是低 很低幾乎微乎其微 對對對 從來的小菜餐 讓學生為宅情到修身可以專程餐物 等到的食材大小 小朋友就可以吃到最健康的作物 也拿回頂上每一項是沒有的重要性 記者010 採訪報導